翻炒河粉 今天我分享炒河粉 这种河粉有两种 一种是湯河 一种是炒河 买的时候可以和店铺人说炒河粉 就是这种 牛肉、韭黃、芽菜、蔥 調味料方面有生抽、老抽、生粉、蠔油、糖和雞粉 現在先處理牛肉,牛肉要橫紋切,不會硬 一看紋就順著,橫紋切 現在先醃牛肉 先放些生抽、蠔油、糖、生粉、生粉 攪拌一下 加些油 攪拌一下 加些水 煮牛肉最怕滑,現在按摩一下 加些調味料之後,把它按摩一下 過程大約兩、三分鐘 按摩完之後,牛肉煮出來就會滑很多 你看看,我先加了水 按摩一下之後,牛肉就會吸收水分 然後先炒一下,牛肉在上面 現在的分量很乾燥 所以,牛肉就會滑多了 就在下一個方法,牛肉會滑很多 牛肉會滑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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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肉已經吸光了 把牛肉放入水分 炒牛肉 炒牛肉不硬 有一个秘论 每次炒熟 炒至七成熟 取起,然后再翻炒 牛肉就不会硬 再放少许油 牛肉可以下锅 牛肉 可以放在锅里 放入鱼 鱼 煎到一边 再翻炒 煎一下 煎一下 大火 煎到一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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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到最后 煎到一边 煎到去 这边 reform了 现在煎到盐色 就可以取起来 把芽菜和狗黄炒熟 把芽菜和葱炒熟 炒熟 葱和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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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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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慢慢煎一下 煎到有点烧就可以了 现在煎到有点烧 可以加入生抽 鹿抽 少许鸡粉 如果不喜欢就可以不放 炒均匀 加入狗黄 牛肉 炒均匀 炒均匀 现在上节 煎给大家看 干炒牛河 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 谢谢 谢谢